一早 王友才左等右等 等不见纪无就换他 便擅自走进帐篷 想要伺候纪无就起床 他刚一走进去 便看到狼皮地毯上 叶珍珍与纪无就二人相拥而眠 正睡得香甜 二人身上紧紧地裹着一层宝毯 将身体盖得十分严实 只露着两张脸 以及黑亮的长发 王友才心想 皇后娘娘在敌营担惊 受怕了这么多日子 早该睡个安稳觉了 皇上昨晚之前 又是连续十几个时辰 精神紧张 不眠不休 此时自然也要多睡一会儿 想到这里 他又看了一眼 交警而眠的两人 虽看不出毯子底下的姿势 但皇后娘娘显见 是被皇上裹在怀里的 两个人睡着安详 皇上平稳地呼吸 掠过娘娘的病边 吹得他边边的一缕碎发 有规律地扬起又落下 王友才便没有叫醒这两位 转身轻手轻脚地走出了帐篷 帐篷的门帘刚一落下 继无就便缓缓睁开眼睛 其实王友才进来时 他就已经醒了 只不过他不想和他说话 吵醒叶珍珍 低头看怀中沉睡的人 继无就心中那种满道 要发胀的感觉又来了 他想 真是获悉福所以 没想到这一路追逃 竟促成了他和叶珍珍的夫妻之时 只是昨日叶珍珍那般热情 到底还是有强烈的药性在其中作用 不知道今日醒来 他是否还会对肌肤之亲有所抗拒 想到这里 纪无就难免又是一阵紧张 身为皇帝 他从来都是掌控一切 裁决一切的人 却没有想到 面对叶珍珍时 他竟然永远是被裁决的那一个 此时毯子下的两具身体不着片履 叶珍珍光滑纤细的背部 紧紧贴着纪无就的胸膛 双腿也被他缠住 两个人像是长在一起 这个想法让纪无就一阵心热 他活动了一下搭在他身前的手 不自觉地俯上他的腰支 轻轻摸缩着 昨夜这样一把看似柔弱的细腰 却如同蛇一般疯狂扭动 主动迎接他的功法 他几乎要醉死 在那样销魂尸骨的感觉之中 这么回味着 纪无就觉得似乎体内的血液 又要沸腾起来了 叶珍珍突然翻了个身 面对着纪无就 他的手没处放 便不由自主地搭在他的腰上 虚虚地勾着他 鼻端热热的呼吸 喷在他的颈窝处 胸前的风满柔软 不住地挤压他的胸膛 纪无就只觉得 连呼吸都有些吃力 叶珍珍是被清醒的 他睁开眼睛 听到一声细细的低吟 愣了一会儿才发现 那声烟是从自己嘴里发出的 此时他已经清醒 感觉到胸前传来 湿软酥麻的感觉 一低头便看到纪无就 正埋头在他胸前脉地劳作 他的手也不安分 在他身上俯弄着 叶珍珍便皱眉推开了他 纪无就被他推开之后 又厚着脸皮凑了过来 这次他手脚老睡了许多 只是抱着他 在他耳边低笑道 珍珍你想过河拆桥吗 笑声里带着那么点被拒绝之后的委屈 又隐含着一丝担忧 叶珍珍被他一提醒 便想起昨晚二人的疯狂 两个人没羞没撒的在河边折腾了许久 后来在河边洗净了身 纪无就抱着他回到帐篷之后 又禁不住坐了一次 总之一开始的事情 他还有些厌想 后来两人昏天黑地的 他的记忆便乱了起来 也不知道自己都做了些什么 但是那种灵魂几乎要离体的 崩溃般的畅快感 他却记得清清楚楚 虽然脸皮厚 叶珍珍现在想起来 也不禁羞红了脸 埋着头不说话 姬无就欲言又止了几次 终于问道 珍珍 你的病 好了吧 叶珍珍微微点点头 本以为自己对那种事情依然抵触 可是 昨日姬无就坐时 他虽还有些别扭 也并无反感 现在想来 害羞是有的 但并不感到恶心 这样来看 应该是好了吧 也不知何时就好了 叶珍珍心想 兴许是姬无就天天在他面前洗澡的缘故 姬无就见他点头 莫名狂喜 拉过他动情的亲吻 稳着稳着便又要锁药 叶珍珍再次推开了他 珍珍 我好累 昨天喝了酒 又中了迷药和催情药 各种昏天黑地乱七八糟的疯狂 实在是浪费体力 现在他身体绵软 翻个身都费劲 更别说再诈了 那你躺着别动 姬无就死时很好商量 这算是什么馊主意 总之姬无就终于亲自确定了一遍 叶珍珍的病已经完全康复 这才云收语助 他把二人清理了一番 又仔细地帮他穿上衣服 因来时匆忙 他们没有戴上叶珍珍的衣服 此时叶珍珍穿着他的礼衣 娇小的身材裹在宽松的白衣之下 刚经历了欢爱的身体 像是一片沾着露水的桃花瓣 姬无就看得有点呆 叶珍珍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糟了 怎么了 姬无就关心问道 黎友 姬无就一听到这个名字 脸一黑 这女人 刚和她亲热完了 就喊出别的男人的名字 就不怕她吃醋吗 叶珍珍没有心思想姬无就的心情 她站起身就要往帐篷外跑 快 黎友也在女真军中 她不会出事吧 昨天的俘虏可是就地割杀的 先穿鞋 姬无就把她拉回来 一边抓了鞋 一边往她脚上套 一边向帐外喊道 王友才 王友才硬生走进来 一见帐篷内的情景 下巴几乎掉在地上 她看到了什么 自己的鞋都要旁人来给她穿的皇上 正在给皇后穿鞋 你去告诉陆里 让她找找昨天 女真军队中可有一个中原人叫黎友 姬无就吩咐道 是 王友才保持着吞了鸡蛋的表情退出去 叶珍珍冲她消失的身影补充道 她没穿铠甲 穿的是普通的长衫 姬无就给叶珍珍穿好鞋 领着她走出去 一边闷闷地说道 你为何如此关心那个黎友 她救过我 叶珍珍说着 便把之前的事情跟姬无就解释了一遍 姬无就听说叶珍珍只是想报黎友舍身相救之恩 神色缓和下来 可是又转念一想 这黎友为何对珍珍如此好 必是有所图谋 陆离很快把黎友带过来了 他们昨日捉服鲁时便找到了他 只见他是个中原人 声称自己是被抓来做军医的 便暂时没有发落他 只有几个士兵看守 等待姬无就来裁决 姬无就见了黎友 虽对他没有好感 但此人至少明面上救过叶珍珍 叶珍珍对他也心存感激 于是 姬无就说了几句场面话 并许诺把黎友带回去 黎友谢过姬无就 又来谢叶珍珍 两人相视的目光颇有些亲密 姬无就看了 拉着叶珍珍就走 叶珍珍突然问道 我们要回去吗 嗯 姬无就应了一声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不用回去 姬无就停下脚步看他 怎么说 我听朵朵乌拉图以及那些女真人的交谈 大致推测出了女真王婷的真实位置 叶珍珍答道 姬无就的眼睛顿时就亮了 可做得准 叶珍珍严肃的点了点头 阿尔哈图自统一女真各部以后 便建了都城 也不知道是怕寻仇 还是有别的顾虑 这家伙建都城时 一下建了两个 一真一假 女真贵族和中央机构都在真都城之内 但是只有身居高位 或是阿尔哈图的嫡系部族 才知道这真都城的位置 长白山下的两江流域地广人稀 因此这种法子竟然也管用 许多被收服的女真人 都不知道他们都城的真正位置在哪里 更遑论大旗 而且大旗对寻找女真都城也不感兴趣 没有人想过要攻打他们的老巢 甚至连击无就 最开始的打算都只是让阿尔哈图有来无回 只不过现在 叶珍珍展开一张地图 在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上 标上一个圈 然后在东边画了几下 找到一点标记出来 就是这里 既无旧和陆离低头看向那处 一山傍水 一守南宫 确实像是独城所在 叶珍珍把两个位置连成一条直线 这条线完全是正东正西的方位 也就是说 他们若想要向女真王庭进军 只需一直向东走即可 既无旧和陆离对视了一眼 各自从对方眼中看到的疑虑 首先 珍珍的情报是否准确 指导黄龙深入敌方 不比一般的交战 败了尚有机会逃走 倘若他们长途跋涉 到时扑个空 再遇追兵 那便是穷途末路了 其次 这次追击烟是急行军 他们所带资重并不多 加上从女真残暴那里缴获的粮草 也仅够维持三十多天 若是从此处向女真王庭进军 快则二十日 慢则三十日 如果在女真腹地滞留几天 便可能会造成粮草不济的状况 这是最危险的 有这两个问题摆在面前 他们现在打道回府 才是最明智的 然而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如果真正的情报是对的 而他们就此错过 岂不可惜 纪屋就沉思良久 觉得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余地 因为阿尔哈图把女真的兵力 都调去了弦县 所以后方必定空虚 如果叶雷霆那边配合得好 或是阿尔哈图被打得七零八落 那么即便他们最后没有找到敌方都城 也是可以全身而退的 想到这里 纪屋就把他的想法 与那另外两人说了 于是这三个胆大包天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最终全票通过了一个 令京城那帮老家伙们 无比后怕的决定 决定 决定 决定